去年夏天,森林郎以拉文为主要筹码交易来巴特勒,之后用签下吉布森,帝格,阵容实力大增,很多人都说,这是勇士在西部的最大敌手。 不过,尴尬的是,这支球队和当初的快船有点类似,赛季初打得还不错,一度高居西部前级,但是随着赛程的深入,巴特勒意外受伤,这支球队像是变了一样,要进攻没进攻,要防守没防守,陈氏个人能力在支撑着赛,直到赛季最后一场球,才勉强见了季后赛,但还是难逃首轮游的命运事实上。 这支球队天赋美的说,维金斯,唐斯都是壮,两人都连续两个赛季,打出过场均二十加的表现,而巴特勒更无需多言,已经成长为联盟顶级球星,加上蒂格吉布森等人,体肤又有克劳福德。 集合,放眼西部前八,这阵容起马比马刺,开拓着墙,但就是没有一个良好的体系。 西伯杜担任着支球队主帅,并没有带来防守的同时,还是老一套思想,私用主力,打一个摆烂的公牛,领先二十分还不换人。 帝哥到最后都绝望了,发声表示不满,而维金斯一看巴特勒,罗斯都伤在他手下,年纪轻轻就开始了养生篮球。 如今,都因为维金斯了,还签下卢尔凳,西伯杜终于给出答案,这话真服了众所周知。 今年夏天,森林兰许愿了罗斯,之后又签下了卢尔凳,加上正中了吉布森和巴特勒,这简直就是当年的公牛队。 对此,西伯杜接受采访时,表示,我觉得他们四个人都给球队增强了实力,所以不管一个球员有没有给我打过球,还是有没有在斯科特的体系下打过,或者有没有在我的某个助理教练手下打过,只要你觉得你很了解一个球员,觉得他适合你的球队体系,那么为什么不如此呢? 对于我来说,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想,我只在乎我们怎么想,这话真让人服了,原来同时引进这四名前公牛就讲,只是因为适合他的体系。 那么,森林狼摆了这么多年,好不容易倒来了两大千富一饼的壮狼,算什么,这也难怪这个赛季吉布森来了之后,吉尔没有受到众用,要知道,他可是刚签了六千四百万的大合同。 不得不说,想当年他带领这四个人是打得不错,罗斯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,压热国梦画三巨头,将公牛战记带到东部第一,但如今再来看看,玫瑰受伤病折磨,已经接近凋零,诺阿快无球可打了。 如果不是希伯度的使用主力,只相信那几个人,造成主力求人出现大面积伤病,罗斯或许还是那个罗斯,公牛还是那个公牛。